小江和妈妈的所问非所答 大朋友们小朋友们好 这周我回来了 小江上周你去哪玩了 没有跟妈妈一起聊天 我和爸爸去做木工了 做了一个小书架 而且我的小书架里都已经装满了书了 妈妈我们这期录点什么呢 上一期你不在的时候 我自己一个人好孤单呀 和小朋友聊了聊花的力量 这一期呢 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关于小草好不好 那好我们来说说小草 在很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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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 几亿年前 恐龙时代是没有草 只有灌木和蕨类 还有高大的树木 那小草是什么时候诞生 而且是怎么被发现的呢 是在宝宝里发现的 啊什么宝宝呀 是科学家们发现了西角龙的宝宝化石 在化石里边他们发现了原始草 原始草就是最早的草 所以西角龙也是吃草的 虽然有小草 但是草也不多 地球那时候是一个森林星球 找马树就连南极和北极都找马了森林 森林星球哇太酷了 那后来是什么改变了这些呢 是一颗小行星撞击了地球 对啊在6500万年前 一颗直径10公里的小行星撞向了地球 引起了地球的森林大火 如果有消防员就好了 他们可以灭火 哦对了 灭火还没有人呢 是啊 所以啊大火就迅速蔓延开 它几乎毁掉了地球上大部分的森林 小行星的撞击不仅引起了森林大火 它还引起了地壳的变动 比如说地球上的火山开始喷发 喜马拉雅山就在这个时候 慢慢的形成了它宏伟的山脉 山越来越高 越来越多丰富的地貌 对大气也造成了影响 我们都知道植物是靠呼吸二氧化碳来生存的 所以那个时候的二氧化碳呀 越来越少 只有现在的六分之一 你想想看 有那么多的植物都要呼吸二氧化碳 可是二氧化碳就越来越少 会发生什么呢 但植物没法呼吸 它们就会被憋死了 是啊 它们无法呼吸 所以有一些植物就凋零枯萎 甚至灭绝了 但是还有另一些植物 它们非常聪明地想出了应对的办法 比如说我们要说的小草 也就是草本植物 那小草进化出了什么样的功能呢 它进化成了光合作用 可以把能量转化为糖 这样就可以更多的吸收二氧化碳 它就比别的植物长得都快 它三个月可以长四米 可是树木却不能这么快地生长并且恢复 很快小草就有了自己的领地 尽管小草长得这么快这么高 但是森林呢还是占着大多数 所以小草又进化出了一项新的本领 也就是它的终极武器 是什么呢 是燃烧 对 草本植物变得非常易燃 它虽然是给点阳光就灿烂 但是也是给点火星就燃烧 那个时候的天气是非常的干燥的 所以任何一点诱因 比如闪电的小火星都会引起森林大火 地球上的森林就这样被分成了四分五裂 地球变成了一个极易燃烧的星球 并且这种状态持续了数万年 野火烧不尽春风春又生 对 有这么一句诗句说的就是小草 它们的恢复能力是非常强的 就在燃烧后的第二第三个星期 它们就又会冒出绿绿的小芽了 可是其他植物的恢复就没有那么快 所以很快地球又变成了一个草原星球 植物改变了动物也就改变了 因为很多动物吃的植物都没长出来 所以它们就灭绝了 但是另一些动物它们本来是吃树叶的 但是树很少了 它们只能吃草 所以它们就存活了下来 所以就进化出了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食草动物 小草虽然非常的小 但是却改变了整个的地球 而且还决定了动物的生死 你说是不是 对啊 小草不仅改变了陆地 还改变了海洋 这个其实又跟爸爸有关 好吧 万能的爸爸 事情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小草中有一种物质 叫做二氧化龟 是它从土壤中吸收的 食草动物吃了小草之后 身体里就有了二氧化龟 但是却不能被身体吸收 所以啊 随着它的爸爸又被拉了出来 那个时候可还没有使个浪君呢 所以食草动物的爸爸们 就被雨水冲进了河流 又被汇入了大海 以后我再也不去海面游泳了 因为海里都是爸爸 我只去游泳池游泳 可是有一种生物啊 却特别喜欢这种爸爸 它是一种枣类植物 叫做龟枣 这些爸爸呢 就是它的养分 所以海洋里就生长出了 大量的龟枣 从太空上看 就像是在大海里开的绿色的海花 龟枣为什么这么重要呢 因为啊 它是海里食物链的基础 很多凤尾鱼是吃龟枣的 而海鸟 海豚 又吃小鱼 海鸟海豚又引来了更大的鲨鱼 就这样大鱼吃小鱼 小鱼吃龟枣 形成了海洋里面的食物链 龟枣还有一个最特殊的功能可能是我们想不到的 我们人类啊 每呼吸四次 就有一次是来自龟枣释放的氧气 大气中有四分之一的氧气来自龟枣的释放 我们每一次呼吸都跟爸爸有关啊 嗯可以这样说 这就是小草诞生计 小草挑战 森林星球成功 小草真的还是挺厉害的 它能够改变森林 还能够决定动物的生死 还可以给我们提供氧气 这些呢 其实都不是小草最最神奇的地方 下一期呢 咱们和小朋友聊一聊小草和人类诞生的关系 人类和小草 这里边肯定有更多好玩的故事 期待下一期和小朋友们的见面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小朋友们拜拜 拜拜 拜拜